我拿这个来遮一遮我的大脑纹 哈喽大家好 我是文心 今天的主题呢 是一期化妆视频 然后今天想画一个比较复古一点的妆容 其实是我第一次尝试画 其实我也不知道会不会成功啊 但是就是 然后我今天特地穿的这个 就是感觉比较复古一点的这种衬衣 它其实是这样一套的 那其实看得像睡衣 但其实不是睡衣 OK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妆容吧 菌菇水拍一拍脸 今天妆前乳用到的是这个香气卡的 然后它挤出来是这种比较有点点带黄色的 非常的好晕开 这款呢对修饰毛孔跟肤色 其实有做到一个体亮的效果 只要挤一点点就能就是涂全亮 然后今天底妆呢 我用到的是这个植村秀的 一般就挤一下然后就能涂全亮 然后刷子我用到的是这个 也是植村秀他们家 跟这个粉底液是一套的 然后是这种钻石型的这种粉底刷 然后这个刷毛的部分特别的大 然后非常的软 这款呢是非常的好上粉底液 那一般我盆上如果用的是比较小一点点粉底刷 就是脸上都要刷特别久 这个的话其实真的是刷个几下 然后就可以把它刷特别的均匀 接下来眉毛的部分用的是这支Nisfree的 然后我用的色号是03号是比较偏灰的 然后复古的妆容呢就是眉毛其实是非常重要 一定画比皮上还要深 我大概就是有一点点幅度一点的眉型 鼻影的话我用的是这个Safra的 其实它算是一个单色眼影 但是我很喜欢拿它当我的画我阴影的部分 阴影可以就是带阔到眼睛的这个轮廓这边 然后会显得就是眼睛的轮廓会比较深 像我的眼距其实是比较偏宽一点 经常画阴影的时候会把这个山根这边的阴影再加粗一点 这样在视觉上会就是拉近眼距 然后眼影的话我建议的是这个Anastasia他们家的这个文艺复兴盘 其实除了这些比较偏粉色的 然后基本上都是大地色系 我会用这个大面积的打在眼窝上 然后再用这个稍微深一点点的颜色 然后刚刚这个比较浅的颜色 然后在下眼剪的地方也是 然后再用这个最深的这个颜色 然后当眼线来描在睫毛的根部 里面的一个比较闪一点点的颜色 放在那个眼球上方 然后眼头的地方 然后高光的话用的是这个Bekha的 色号呢是Vanilla的这个色号 那因为我的颜骨算有一点点高 那我高光的话会尽量往里面打一点点 我修容的话一般不会像普通人一样会打在这个区域 然后一般会往上打一点 发际线的地方 我脑袋真的很大 所以发际线是一定要 一定一定要上的 这个腮红呢用到的是这个 哇上面全是指纹 上一次的sofar分享 没有分享过就是这个五花肉的腮红 然后这个色号呢是有一点点的偏紫调 腮红不要太过强细 淡淡的一点点就好 今天有选的两支 一支是这种液体的颜线液 然后另外一支是这种比较干一点点的颜线笔 下眼线部分也是选择用这种干的眼线笔 完睫毛根部之后呢 用这种比较湿的眼线液 用眼线笔呢就可以往上调一点 我怎么感觉这个妆容得失败啊 天哪 完全没有复古风的感觉 用这个Canmake的睫毛打底 然后今天睫毛膏用的是这个眉宝莲 我今天选的是Dior的这支999 看看这个大红色 妆口红整个脸都活过来了 我没涂口的时候就感觉整个脸特别没有气色 然后最后再拿这个Burban Decay的来浸一个妆 然后整个妆容大概就这个样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